台南民生路人行道旁 看似平穩的路面 没想到居然暗藏危机 原本好好的水沟盖 却突然裂掉 还直接裂成两半伤到人 让人怀疑是有人为破坏吗 台南一对母子 二十六号晚间散步经过 准备走上人行道时 妈妈先踩到水沟盖 结果突然整个人下坠 居然是水沟盖 突然裂成两半 妈妈小腿刺痛 近骨擦伤 直呼还好 不是小孩踩到吗 真的惊魂未定 我们也不会去特别的 去注意这种地方 就想说走过去 是建议市府 是不是把团停一下 我们台南去的 这些老旧的水沟盖 如果住家附近 埋着这种不定时的炸弹 然后不晓得什么时候 会裂或断裂的话 尤其是老人 他的安全 真的是非常的担心 水沟盖居然变成陷阱 突然裂掉 让行人受伤 一度还怀疑 是不是被故意破坏 但警方发现 水沟盖断面有锯齿状 说不排除人为切割 昨天晚上 已经马上把它修完成了 申敢抱歉 我们将会协助 来申请博培 公务局表示 路上的水沟盖 每个月至少会巡查一次 比较老旧的 也会逐年态换 但这一次 民众走在路上 却因为踩到水沟盖 裂掉往下摔受伤 恐怕之后都会有阴影 接下来关张 陈安山台南采访报道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